而全台都在期待是 会大执行长黄仁勋的演讲 马上就要在晚间七点登场 那我们在下午五点过后 现场已经开放民众 可以先到室内等候 那么为了安全起见呢 进门也都是要先通过安检的 现场状况如何呢 我们先连线记者叶子晶 好的 主播各位观众 会大执行长黄仁勋 马上在今天晚上七点呢 要在台大体育馆这边来进行演讲 好 那么下午五点钟过后呢 可以看到现场已经开放 有来到现场的民众 他们报道完成的呢 是可以已经来进入到场内 好 那么其实进场的时候呢 还是大家要先需要经过一个安检门 要确保你身上没有一些危险的物品 不过有很多民众已经迫不期待 想要赶快听到黄仁勋的演讲了 我们来听一下他们怎么说 我大概三点半到的 所以排到现在排一阵子了这样子 今天人超多的 蛮期待的 就是我那时候第一时间就有报名 我很期待 我是那个 我是新竹人 我早上就坐高铁过来 好 那可以听到其实民众真的都非常多的人 非常的期待 甚至有好多人是起个大早来到现场 那么其实过完安检之后呢 我们就会来到这个等候室 那么民众大概是在六点之后呢 开始会陆续的来进到主会场 来听黄仁勋这一次会带来什么样的精彩演讲 那么以上就是现场的最新情形 今天科技圈的大事就是AI教父黄仁勋 晚间会在台大体育馆开讲 现场啊 目前外头是有市集的 已经涌入了不少人潮 最新要联系给记者叶子晶 好的 主播 好的 主播 各位观众 辉大警场黄仁勋 今天晚上七点就要在台大体育馆这里进行演讲 好 那我们现在呢也已经来到了场外 有没有感受到现场的气氛有越来越嗨起来 因为现在场外有一个pre party已经开始了 包括说那是有DJ来放 因为还有好多的这个餐车市集 好 那么场外有越来越多的民众 抢先来到了这个市集来玩 我们来看一下说他们怎么说 哈喽 可以问一下 今天是特地来这个听这个黄仁勋的演讲 然后特地先来这个市集玩吗 对 只是我们没有报名到那个黄仁勋的演讲 然后我们先来知道这边有那个餐车派对 我们先来逛一下 对 好的 那其实可以听到 其实不管说有没有报名成功的民众 他们都是来到现场想要先来这个 感受一下这个三兆男黄仁勋的魅力 那么其实呢在刚刚下午四点钟的时候呢 回答呢也已经开放了这个陆续开放说 民众报名成功的呢可以先check in 那么前一千名呢有送这个 就是回答2024年computex的 一千这个限量的真奶套杯组 好 那不过如果你没有抢报名成功也没有关系 因为回答他们也有最新释出说 你线上听转播只要完成指定的步骤呢 也有机会哦可以抽中这个黄仁勋他的亲笔签名海报 还有签名显卡 所以大家都不要灰心都可以来一睹这个三兆男他的魅力 还有他精彩的演讲 那么以上就是现场的最新情形 谢谢紫金 事实上回答的执行长黄仁勋纳 他是上周日的时候就抵台了 一个礼拜活动都满满 而他受访的时候是金句连发都在挺台哦 上次在夜市受访的时候他就说了 台湾是非常重要的国家 而30号宴请供应链伙伴的时候 他又说了因为AI 台湾将持续位于全球科技产业的中心 还说台湾是挥达的一部分 挥达也是台湾的一部分 可昨天呢 他在大巨蛋为终植卫权龙开球的时候 他用国台因三声道致辞 说台湾是AI时代的中心 台湾是挥达伙伴的家 支持挥达超过30年 他很感谢台湾 对于这样子的发言啊 中国网友就说了 台湾的科技大佬集聚一堂 称赞台商好团结 而大陆的企业呢 不是拆台 只有是落井下石相互内斗 再来关心挥达的执行长黄仁勋 晚间的时候 要在台大体育馆举行千任演讲 不止台北的人很期待哦 他这个主题啊 叫做开启产业革命的全新时代 东海大学也举办了校园直播演讲 学生预约相当踊跃 原本只规定200个名额 没想到一下子涌入500名 校方决定把网络报名关掉 另外呢 加开第二场的直播现场来因应 而黄仁勋他真的是行程满党 昨天他是到台北大巨蛋来为终止开球 吸引了三万人几爆大巨蛋 写下终止单场最多观众的记录 而黄仁勋也惊喜的现身 跟这个魏群龙的创办人魏映冲啊 一起分享了很多的幕后话区 换下来黑色标志皮衣穿上特制的棒球球衣 回答创办人黄仁勋受邀担任 中职魏群龙队主场的开球嘉宾 接球捕手则是找来大师兄林志胜 身穿31号与回答创办至今31年相同 而现在他练球的幕后花絮也曝光 开球城的练头黄仁勋也相当认真 一点都不马虎 四点多进球场之后 魏群龙派出总教练叶军章 和福林国小少棒队 和他进行约20分钟的势头练习 画面上可以看到黄仁勋练头 时不时停下来调整状态 重新掌握球感 力球在开球时能有水准之上演出 龙队总教练叶军章透露 就是简单的传接球 没有特别教什么 倒是一旁的球员一直开玩笑喊干爹 边签名还边用台语说 来者不惧的他也尽量帮球迷签名 事实上黄仁勋在赛前休息时间 也大方与台湾球迷互动 尽管无法近距离接触 还是努力为挤在休息室通道上方的球迷们 签下一颗颗的签名球 这位大神的亲和力真是 每回看每回都惊喜 董事新闻送我中心最好的 AI教辅黄仁勋 直接把台湾地图翻上2024GTC大会 让世界看见台湾 力挺台湾产业链黄仁勋一身皮衣底下 身价就算再多出几个零都不忘出身 因为台湾是他的故乡 出身台南的黄仁勋9岁就到美国念书 30岁创办回答NVIDIA 短短5年就靠绘图处理七打天下 从游戏显卡起家的回答 更被外界的形容室近年罕见穿越周期的晶片厂商 电脑游戏是一种最快的发展的软件 在世界上 我认为在世界各国各国 在中国或日本或韩国 电脑游戏会变成了一个很重要的部分 2005年黄仁勋在矽谷发表最新研究成果 回答已经少有成就 黄仁勋提早布局2011年就投入AI 加上电动车崛起 还有CHED GPT大爆发 推动回答市值一路高涨 先后超越Intel 台积电 成为全球半导体领域市值第一的企业 他早在2007年就曾神预言 未来就是手机的时代 20年后 你觉得你会在世上最重要的电脑游戏 我认为你会在世上最重要的电脑游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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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目光长远 如今一一验证黄仁勋的眼光精准 他更自信指出 现在AI市场正在经历所谓的iPhone时刻 如同当年iPhone带来的技术革命 AI也将彻底改变世界 不过在黄仁勋的辉煌成就下 幕后推手少不了他的太太Laurie 原来招牌酷帅的黑皮衣形象是妻子温暖的打理 黄仁勋以优异成绩 17岁跳级进入奥勒冈州立大学电子工程系 认识了大他两岁的Laurie 从此请定终身 而30岁创立NVIDIA 就是他对妻子最浪漫的承诺 男人婚后育有一子一女 儿子黄胜斌 七年前还曾在台湾创业 不靠父亲光环 黄胜斌创业初期打工实习 创业后就连店内财务系统 APP都自己来 200多种产品库存 全用大数据搞定 就连诱人他也有一套哲学 你必须有良好的讯息 你必须有良好的讯息 所以他们必须有趣 而且他们必须有关心 不过后来酒吧收掉 黄胜斌还是回到父亲身边 到辉达任职 负责仿真机器人的相关业务 女儿黄米山之前从从事饭店业 现在也回到辉达着手行销 将宝贝儿女都留在身边 就是因为在黄仁勋心里 家是他最大的知识 拖下招牌黑色皮衣 左臂上的刺漆是辉达的标志 暗藏了100美元的秘密 为了庆祝当时NVIDIA股票 突破100美元 黄胜斌带爸爸去留下 梦想达成的胜利勋章 也提醒自己不忘初心 三年前从自家烤箱 端出辉达最新研究成果 黄仁勋花了30年 让辉达成为AI帝国 这一步可或缺的一块 未来也将继续推动AI发展 翻转世界 动策新闻 附加星张晓智台北报道